文革毛主席树立的红卫兵学生五大领袖下场怎么样 五大领袖的由来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天下大乱 新人辈出 其中北京大学 聂元子等5月25日在校内联名贴出大字报 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决定在6月1日向全国公开广播 并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聂元子因此担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长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 主任和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快大副 韩爱京 谭厚兰 王大斌在文革初期议委 批评工作组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制 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批评刘少奇以后 他们得以翻身 分别成为清华井冈山 北航红旗 北师大井冈山和地院东方红的领导人 并且在1967年担任这四所大学的 革委会主任首都 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 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 1968年7月28日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他们五人 当面称他们为五大领袖 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在文革时期曾叱咤风云 统领潮流 是不可一世的学生领袖 他们的名字至今仍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熟知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了沉痛代价 那么如今 他们身在何方 聂元子乱世女将 聂元子因一张大字报而成为文革中备受瞩目的人物 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的文革主任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 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的天安门城楼上的特邀嘉宾 聂元子与他的同伙策划了三项重要行动 首先是纠斗叛徒 他们在聂元子的指使下编写了报告 诬陷彭真 博一波 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 导致他们相继被捕入狱 留人同志甚至因此而死亡 其次是诬陷朱德伟元长 聂元子召集手下干将 撰写了具有反动性质的文章 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外的不稳定 最后 他们发布了全国首章公开抨击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 将邓小平诬陷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 与此同时 聂元子还积极迫害邓小平的子女 其中邓普方被剥夺自由并遭到刑讯逼供 最终选择跳楼制裁 在1969年11月 聂元子被调到江西省里 于州北大分校农场劳动 但他不久后写信请求回京治病 于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 1973年 他被安排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工作 童年又调到北大仪器厂 最终在1978年4月19日 他入狱 聂元子的个人生活同样不幸 在1959年 他与第一任丈夫离婚 此举主要受到政治压力的影响 之后 他与第二个丈夫结婚 但婚姻平淡无奇 在文革期间 他甚至亲自领导红卫兵抄家 并指使他们驱逐前妇的家人 这导致他与第二个丈夫关系破裂 聂元子在73岁时结束了他的生命 谭后兰 帝派女结 谭后兰曾是北京大学的 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 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当年的大学 红卫兵分为天派和帝派 谭后兰与王大斌结成帝派 他曾被康生召见 被派往山东区赴孔庙参加 捣毁孔庙的大会 谭后兰带领井冈山的红卫兵 摧毁了大量文物和古书籍 造成巨大的文化损失 1971年 谭后兰因参与516问题 被带回北京受审 而在1978年 他因反革命罪被逮捕 在监狱中 他深感自责 并用自己的供词证实了这一点 1982年6月 他免于起诉 1981年 谭后兰被诊断出患有宫颈癌 得以保外酒医 后回到老家治疗 1982年11月 他静静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享年45岁 从未再婚 王大斌历经风雨 在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 王大斌投入到了造反运动中 并迅速展露头角 成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然而随着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在教育的指示 他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1971年 王大斌因涉及516问题 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接受审查 并丧失了党籍 1978年 他因反革命罪被捕 长时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年 王大斌获释并返回成都 在成都 他重新开始生活 成为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同时还兼任了多个协会的职务 在个人生活方面 王大斌曾多次结婚 最后与医生刘素芬结为夫妇 他们有一位女儿 天派领袖韩爱经 文革开始后 韩爱经在去国防科委 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中 空前活跃而坚定 一跃成为名造一时的 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 及总司令的代名词 1967年7月9日 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 韩爱经写了自己历史上 最肮脏的一笔 这个小刑 审斗会审斗的是 功勋卓著的老帅彭德怀 当时彭总任西南局建委 第三副主任 三线副总指挥 韩爱经非法强行 揪回彭老总 声称审斗会要刺刀剑红 会前 北京卫戍区的同志 奉命向韩爱经宣布了 周总理不准打 不准搞喷气势 不准挂牌子 不准油斗 不准开万人以上 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 韩爱经却声称 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 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 他们逼迫彭老总 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 并写认罪书 刚直不阿的彭老总 俱力驳斥 拒绝签字 韩爱经恼羞成怒 先后七次将彭老总打倒在地 使彭老总前额被打破 左右两侧第五 十类骨骨折 肺部受内伤 一个星期后 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 不顾彭老总的严重伤病 会上对彭老总搞喷气势 会后又挂牌游斗 并再次毒打彭老总 连陪斗的张文天同志 头部也被打成血肿 在林彪 江青一伙地受一下 韩爱经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 绑架 迫害张平化 叶飞 徐海东等人 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十八处 先后立案审查了四百六十五人 其中一百七十人受到非法关押 造成二十余人非正常死亡 一九七九年 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经 一九八三年六月 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造反司令 怀大副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怀大副在清华提出要赶走工作组 结果 清华大学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了多次反怀斗争 怀大副被开除团集 七月十八日 形势急转 毛泽东指示 不要工作组 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 康生指示 从清华大学接来 怀大副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 很快 怀大副成为清华井冈山的头目 人称怀司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怀大副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 至勤王光美 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 需要截肢 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 然后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 四月在怀大副的主持下 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 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到七月二十七日 在怀大副领导下 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 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武斗中死伤多人 七月二十七日 公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 怀大副决定以武力抵抗 不让工人进行 造反派手持长矛 枪支 手榴弹 向赤手空拳的公宣队袭击 五名工人被打死 七百三十一人受伤 毛泽东震怒了 七月二十八日 他接见五大学生领袖 点了怀大副的名 会后 五大学生领袖回到学校放下武器 拆除工事 十二月 怀大副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旅厂 当了一名电解工 一九七零年 清查五百一十六分子 怀大副是重点清查对象 十一月初 他被押回清华受审 一九七三年被安排到 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九日 怀大副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一九八三年三月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 怀大副徒刑十七年 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怀大副被释放 回到青铜峡旅厂 一九九二年 他和妻子来到了山东省鹏莱市 私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 怀大副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 文革就是一场闹剧 目的是毁掉传统文化 红卫兵的角色是炮灰 从上看出 文革是一场残酷的闹剧笑话 毛主席利用红卫兵批倒对手刘少奇 彭德怀等老干部 称红卫兵偷偷为五大领袖 并给无限荣誉和权力 俗话说彭德越高摔得越狠 结果不出三年 红卫兵彻底消失了 红卫兵五大领袖变成阶下球 角色是炮灰 当时红卫兵打 砸 抢 抄家之风刮变全国 死伤无数 文革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 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 当时有约一亿人受出脸 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 至少达七百七十三万人 除了打死人之外 文革中很多人被逼自杀 许多著名的文人艺人 如老舍 傅磊 简博赞 楚安平 上官云朱等 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 有老三界的回顾过去 感慨地说 不悔的人生 我们当年进过中南海 大串连去过全国 蹲过监狱 下过乡当过农民 回过城当过工人 改革开放 做过生意 留过羊 可谓跌宕人生 是的 历史不能重新再来 反思文革 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 宋彬彬公开向文革 受伤害老师同学道歉 数度落泪 也在唤醒我们人性和心灵深处的善念 文革中共为何要 迫死救 上述中央康生 召见谭后兰 被派往山东 屈服孔庙组织 捣毁孔庙的大会 批判传统文化人 义 理 智 信是独藏 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 文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 那么多书籍 字画 建筑 雕塑等等 都是记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也是中华文明的记载 毁掉这些 是从误上杜绝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连接 二是没了文物这个传统文化的载体 中共就可以肆意篡改中国的历史 灌输谎言了